所长卧底当超商店员假扫地真逮车手 男投一名女子悟信了投资广告 遭诈14万 为了逮人警方假冒成为扫地的店员 趁着车手取8万尾款时 突然冲出来逮人 所长成功变装埋伏 吓得车手措手不及 超商内一名男店员拿的哨把却没在扫地 反而东张西望 一下子偷听别人讲话 一下子拿手机出来对座位上的顾客拍照 但别以为他是在混水摸鱼 其实是在埋伏歹人 自己开车吗 作位上的男子被吓到惊慌失措 因为刚才漫不经心的超商店员 瞄变成霸气圆警 诈骗集团车手怎么样都没有料想到 这个打混的超商店员 其实是派出所所长专门来抓他的 那本分局在7日接获报案后 那得知车手还要约定面交取款 那本分局就立即调派远警 到面交地点来进行埋伏 利用面交时当场逮捕两名犯嫌 被害女子误信脸书投资广告 遭诈骗14万元 警方干脆将计就计 趁着交付尾款时逮人 期间为了不打草金蛇 年轻所长乔装成店员认真打扫 十分入戏 成功让26岁及28岁的正姓修地党 扇勾栽在超商店员手里 被诈欺洗钱防治罚等罪 以审真办 记者曾路线南投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